从遥远的欧洲来到四川 三百年来它落地生根 曾经风靡一时 西洋勤运 四川生腔 勤生悠扬 华丽婉转 八山熟水之城市故事 老四川的声音 四川阳琴 即将为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山熟水之城市故事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最近有朋友 他连续收了好几位徒弟 而且这几位徒弟 身份特别 他们都是不远千里 从外国赶到成都的 这其中就有俄罗斯人 也有美国人 也许您就好奇了 什么样的学问 能够让这几位外国朋友 不辞辛苦钱来拜师学艺 答案 就请坐在我身边的 国家二级演员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传承人 来自成都取义团的傅兵老师 傅老师 他们到底找你是学什么 你来介绍一下 他们来找我们学习四川阳琴的研究手法 傅老师这就有点墙内开花墙外乡的感觉 外国朋友这么热情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对四川阳琴其实不了解的 对我们好多同志好多观众把四川阳琴演唱和新派的伴族阳琴读族阳琴混淆在一起 明月里头有一个阳琴也有 你看往往是做中间的 多大的一张琴 那个琴跟你说的四川阳琴是一回事吗 不一回事 哪一个琴达了一种琴的 它阴语要宽一些 专调要方便一些 严重结束相对要复杂一些 阴语宽 而四川阳琴它精进自幼气窍自私而选 但是它通过它它主要是一板轴 板长 直达直长 形成了它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些和新派阳琴有区别的在这 但是四川阳琴它有独特的东西 它有过渡住了板长 板轴 还有独特的不同的演奏手法 这个是规外说不到的 这是四川阳琴千本一人独特的一种手法 有它的独特性 现在百文不如一听 我不说百文不如一见 其实我们能不能够见识一下 你现场能跟我们演奏一段 就是说怎么样是作与独奏 那么怎么样又伴唱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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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外国朋友不远千里要到这来学四川洋琴了 真的是非常棒 但是据我所知四川洋琴 洋琴最开始它不是我们的土生土长的乐器 是外国飘来的 所以叫洋琴 那是洋磐 洋磐的洋 洋磐的洋磐 那就是因为飘洋过海过来 所以我们就把清代的世界把清代的世界叫洋琴洋琴 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当时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我们考证洋琴这种乐器传进来也许是四十二选 四十二选哪些国家 比如说意大利 俄罗斯 罗马尼亚 伊朗这一代都有洋琴这种乐器 都是四十二选的 当时都是四十二选 它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 它这个是当时四十二年代应该是在明目清除 明目清除 是外国人作为一种拱品 宣给荒商消遣 宣下知识 敲一敲 知语知诺 才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后来怎么又是飘洋的洋琴 随着时代的六四合发展 我们中国人很聪明 把外国的洋琴 就是洋琴这个洋琴 通过我们的劳动人民不断的双朝改变 来自今年的中介 尤其很多手法 就形成了我们中介自己的游戏了 所以它们形成这个自己游戏 不能用一三天岁洋琴 叫用飘洋 异洋 就象征这种好听 生年悠洋 象征这种这一门一个 算是用挑售那个人 就用这个曲名叫洋琴 这个洋琴的名字曲的 应该是在建柜以后才出现的 当时有一首词 就是竹子词 还描绘了洋琴演奏的一些场面 好像是这样的 描述了我们成都的灯饰过年 这首词是这样说的 清唱洋琴再出名 新年杂耍便荣成 怀书一阵莲花烙 都爱廖儿困屋庚 它这一世间时代 前五五年 家庆元年 这个廖儿是指谁 廖儿是当时从外籍 从江南来一带 六五四川的一个民间一人 他主要成立的是什么呢 当时如我们现在观念来看 他可能是成立四川清曲派 叫的苦务根这么一个曲派 廖儿是一个人的名字 苦务根是个曲派的名字 我们姑且这些人推断他 应该是这样的 对 怀书和怀书就是北方的脑子 廖儿也是北方的那么一种曲洋行事 再加上清唱洋琴 他就把整个成都庸城当时的过春节的一种热闹气氛 宣传出来了 把曲洋行事也用利益实力把它记载下来 那么这些记载下来这些曲洋行事的行程 它不是得一朝一夕 应该是几十年 因为天安隆的整个东方军是六十年左右 六十六年 那么我们这样姑且把它推断 还甚至可以提起来五十年 形成了我们四川曲洋 也就是这十首曲洋行事的表述 由于它的表述的话 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四川洋情真正形成自己风格 自己的这个特色的时候 时间应该大概在加进前后 应该是加进以前 加进以前了 加进以前这个才是对的 相传 清朝乾隆年间 有位二品官员 从广东点关到重庆 他酷爱音乐 入川时带了一张洋琴 先是自弹自唱 可谁知这洋琴声 竟然吸引了许多爱好音律之人 于是他们也照样做了洋琴来学唱 同时还创作了新调新词 后来洋琴传入成都 甚得群众喜爱 清道光年间 成都的洋琴艺人 已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三皇会 并定期聚会演出 促进了当时洋琴记忆的发展 现在回顾起来的话 到后来慢慢就到了四川了以后 就跟民间了 民间一人就经过不断的丰富 发展改造 就形成了咱们当地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种表现形式 它的形式主要有些什么样的形式 四川洋琴成形 四川洋琴是以坐藏为主 直探直藏 他坐藏有个理论中极 他有个叫做分久坐藏 分久是有个叫做 比如说有鸡 有脑袋 有鱼久 有花脸 还有什么叫做杂贼 杂贼 杂贼 有些成熟 好无考虑 就有他们五个人 用独通神强 独通神音 来 杂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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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声音流有怎样子出出来了 对 如果是溜鼻 还有真出得记 大一下里 一下就是溜鼻了 他又对了别人了 如果是关于 他又是用声音来塑造他 不同人物 他用声音来塑造他 是不是可以把四川阳琴归到听觉艺术的一大类 这个你说得很好 四川阳琴它是分酒作成 以听觉的艺术来干扰观众 用观众在形象当中去形象思维 这个是像观估 哪个是像张飞 这个是溜鼻 或者这是个清香的 哪个是称师妹 他就用听觉 尝试试文来标识 所以包括这个环境的工作 边缀人 还有生香 因为它是观众的 他就不像视觉艺术 他需要换 形头 换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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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的作唱艺术 演员基本上还是穿的是自己的服装 就不是角色的服装 对 它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穿任何戏 一般来讲的 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穿的毛裸 在那个时代 基本上是难以成宇宙 其他四个难的就成了不同 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不同的角色 都 總在 不打 為今 在这个它发展的不同阶段 是不是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四川阳琴过去 艺人们都是一些盲人 都是男人 他也是有男同志来唱 但是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我们的四川阳琴大师 第一德才 他的遗名叫对娃子 他曾经用美好的声音 就是翻传宇宙的声音 在技术上给予宇宙长枪提的 而给予很大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后 四川阳琴发展很快 其代表人物以及唱腔流派 以著名阳琴演唱艺术家 李德才为主 而其自成一格的德派阳琴 更是善于吸收各家之常 琴腔婉转流畅 风格华丽寐 他独特的德派唱腔 更是与阳琴伴奏的极其强弱的邪美 相结合 表达出其深刻的感情 并刻画了丰满的人物 而李德才 优秀的阳琴技艺 更在四川曲艺界 与竹琴名家贾树三 相书名家曾比坤等其名 而并称荣成三绝 荣成三绝被关于这样的称号的话 应该说李德才先生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地位是很高的 他不光是他的观众 对他的艺术的肯定 对他的四川阳琴发展变化肯定 他同时还有个不简单的事 帮我们四川阳琴推出了会议 他在33年搞了四川阳琴的一系列的成片 这是玫瑰贝带和路上给他录的成片 一共39张成片 但是十年销售最久长 这都是四川阳琴传统区域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 他不光是录成片 把四川阳琴的影响伸展到海湾 他还在成都的就现在的古路盖 当时有个茶馆叫富永廷 他专门把这一份开了一个四川阳琴的书场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叫做观众门听若是 甚至有些为了买唱片或者为了听他的戏 半夜拍半在富永廷插楼底下拍半 等到他的成片发现 等到他的演唱 一票篮球的感觉 当时的四川阳琴很神奇 就是说个四川阳琴 应该是从江贵到六四年代中期 是四川阳琴发展变化 培养界一般人传承人的顶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 四川各市县相继建立了取义团取义队 在党百发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之下 四川阳琴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李德才等一批老艺人的精心培育下 造就了近百名阳琴专业演员 如徐述 刘石燕 傅斌等一批四川阳琴传承人 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又不断接受现代声乐的训练和勋讨 使他们的演唱更能够贴近时代 并拓宽了题材范围 能够演唱除传统曲目外的一批现代曲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就发现四川阳琴 他在唱版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对 他是这样子的 由于我们贵家去监贵国后 对民主民间有非常之重视 不是有句话叫做 北华其方推陈出新吗 当时由于这种的号召 我们李德才先生乃至其他的语人 就培养了很多学生 过去阳琴是不需要女学生来唱的 像我们就要叫女同志来延长四川阳琴 即使又可以起到翻船的作用 把阳琴的阳琴和阳琴的阴语问题解决了 同时又可以给开拓的一些举目 一些事件 它来丰富它 发展它 彼此同时 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就要创造新节目 对于歌颂新世代的事情 或者歌颂新世代的英雄任务 它就创造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本书《红门爱》 电影里面有一个《红梅斗雪开》 有什么歌颂发木工人的《嘉宁江山红旗票》 还有等等的一些现代曲目 唱的题材更贴近生活了 贴近生活了 当时国家领导人对四川阳琴也有好些 是比较欣赏的 对比较我们的和龙同志 彭德和元帅 那是我们后面的一些领导人都对四川阳琴比较喜好 甚至我们团还专门组织出去演出过和会的参加全会比赛 对了很多外国人和我的学生 那是我们同志 都对了很贵家机 文化 博力 什么大赛当中的一些大将 讲里面还有领导的题词 据说当时李蕊环还跟你们提字了 是不是 对 单用民族文化发展趋你十年 就这么几个指示 说明国家对取义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视的 我觉得这都是提醒了 当何人民对我们四川阳琴的观感 那是2008年6月 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应该说四川阳琴艺人的话 为他的传承发展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对 我们当何政府 乃至我们的观众 被运出了一些心爱 四川阳琴拿入国家非物质文化包护 我觉得它是四川阳琴艺人 现在的一人 乃至各州的一人 高为他们 我们四川阳琴得到国家的重视 那么有了这种包袱 有了这种肥物质文化的一种观感 那么作为我们一人 所以我们现在的影响 影响是七十多 有十二一七十七十 我都有十六了 我们这一代长阳琴艺 平均数大概就是六十一二 但是仍然在坚持演出 仍然是在坚持教学 仍然是在发展培养跟新秀 培养新秀 培养学生 让它这一本传统艺术 不要四川 我们这儿是这个 你看那儿门口挂的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川阳琴传承保护基地 我们就要做点事情 四川阳琴是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传承 都是我们国家的文化 什么四川的主要是做 所以我们这个责任很重要 不光是演出 而是要交下一站 总共有每一个银行银行锋 我总美的努力努力在交学生 要是说的 离窍根住私会全热 每个月 每个新衣家都管 예� 一下位 派和多 观众不管 哪怕有一位观众 哪怕有一位观众 哪里能一个观众 这是我们 这个作为一个搞艺术lay 我们的城堂们都是这个城堂 这种理念是一直要建设 是你谁就看起来 啊 那个星期的 啊 汽车照样 你又很美 本地文化的嘛 本土引用我们的老年 都丢了老年 现在更丢了 近来 传统音乐 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下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四川洋琴 不再受到追捧 而变得越来越寂寞了 如何将传统文化精粹 一丝不狗地传承下去 已经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如何更好的传承 这个四川洋琴这种艺术 不仅是四川洋琴本身 这样一种形式 是很多艺术的形式都遇到的一个问题 都遇到这个问题 这是传承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就谈到一个问题 传承有几个方面 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 新生力量 还要培养年轻的观众 这就需要我们四川洋琴走出书场 到学校 到机关 到社区去进行四川洋琴 这种艺术的宣传和讲解 就是说各种舞台上 四川洋琴都要去活跃一下 要活跃一下 要让大家知道 首先知道 然后才说喜爱的问题 对 他必须要突然 你拍摇都不拍摇 眼神观众不拍摇 不可惜是跟着四雷就不走 你的艺术怎么去传承 到目前为止四川洋琴的表演艺术家 大概这个队伍有多大 还有多少人 应该是在目前省市区 我说省市区不是只成都这个范围 我是指整个四川 全川这个范围 我可能也就不住三百人 不住三百人 这个队伍并不是很大 比如说我们是成都现在可能二三十个人 而且年龄普遍都偏大了 偏大了都是六十以上的人 六十以上的人 六十以上的人 那么中年的呢 中年的现在是因为他有团里面 或者单位 有各种不适应的演出 有各种情况 他也在传承上去 比如说我们在省区团的五下 我们团的真效率有比辉 但是你把人家加起来在山东市的地区 也不顾三十 这个应该是个大问题 但是阳琴的民生还是很远的 获奖最近这几年获奖还不远呢 获奖很多的 你看五下就是比如说整个年去去 去年是参加个不断奖的大学 回来就新人听了 你看年轻一辈的不断的获奖 这个也给人一种很好的信号 就是有新人出来了 那么四川阳琴这门艺术 它就能够传下去 培养年轻人很重要 要把四川阳琴传承下去 你必须要有这边人 必须要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平淡 暂时自己去传承长远的成绩 我们老是一人来讲 还是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四川阳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沧桑变化 其独特的艺术性与悠久的文化积淀 已经成为了四川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更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而我们在为这宝贵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之时 我们也需要多一些的关注 多一些的保护 这样我们的鼠脆芳华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傅老师的讲述 也感谢电视机的观众